第461章,舌头。张武金扭头,原来林铺是个女孩子,这女子二十多岁年纪,长相一般,穿得清凉,奶子倒是不小,红色的紧身背心,可以看到深深的一条沟,只不过这会儿一脸鄙夷地坐到过道窗口去了。张武金愣了一下,感觉到下身发胀,这才明白,不由地苦笑。 差不多同时,遥远的南方,一幢别墅里,一个女子,正在沐浴。这是一具极为美丽的躯体,修长,妙慢,白皙,曲线玲珑。她还着一张绝美的脸,但这会儿,呈现在镜子里的,却是一脸的痛苦仇恨。没错,她是李玉娥。李玉娥有些自恋,以前洗澡的时候,她总是要欣赏一番自己的身体,尤其是自己的臀,艰苦地修炼。 修成的美臀,让她自己也迷醉不已。可自从给张武金强暴了后庭,她再也不敢从镜子里去看自己的臀了。那里,不再是让她沉醉的美丽,而是无尽的屈辱。 当时,她也在镜子里看到了的,那么长大的一根东西,强横地破开她的后门,插进她的体内,那种痛苦,尤其是那种羞辱,请进三江五湖之水,也无法洗净。 那天早上,她当着张武金李玉娇的面,表现得很淡定,其实回来后,她屈辱痛苦地恨不得杀了自己,她洗了无数个澡,甚至用东西自己插进去,到里面去清洗,可无论怎么洗,都洗不掉了。 尤其张武金那根东西,插进身体里面的那种感觉,那种粗硬,像火一样热,特别是喷射时,那种炽热的射击,仿佛打在她灵魂的最深处,她无论如何也忘不掉,那种羞辱,再洗一千次,一万次,也没有办法洗掉,哪怕把自己剖开了,也没有办法清除。 李玉娇,你夹住我身上的,我一定会百倍奉还。 张武金,终有一天,我要把你那根东西切下来,蒸熟了,然后用牙签沾上蜂蜜,一口一口地吃下去。 浴室中,回荡着她满韵着仇恨的尖叫,犹如恶魔的诅咒。 可惜张武金听不到,下了火车,直奔边境,找到了一个叫刀仔的人,当然,这是李玉娇安排的。 刀仔二十多岁年纪,干干瘦瘦的,好像一兜没交到大份的麦子,不过人倒是挺热情,大包大懒的。 金仔你放心,包在我身上,一定帮你挑一个又漂亮又温柔又勤快的越南妹子,而且保证是厨女。 张武金要办的是一个小木匠,有点小钱,有点狡诈,有点期盼,又有点忐忑,这个容易,他以前就是小木匠,以前也就是这个样子的,只要把近段时间养成的气势收一收,做回以前的自己就行。 这么一反思自己,他心中也有些感慨,这一年,他的变化确实非常大,别的不说,无形中,他就有了一种凌人的气势,回看以前那个有点小狡猾, 却缩头缩脑的小木匠,真的仿佛是看另一个人似的。 而最大的变化,是他居然拥有了秋雨,眼前浮现那个美丽的倩影,心中满是温馨。 李玉娇给他准备得很充分,张武金当天睡了一晚,第二天就出了净。 刀仔带张武金到一家简陋的酒店,找到了一个叫于万山的人,一个矮胖子,四十来岁年纪,看人一脸笑,小眼睛透着精明。 刀仔叫他胖老,而当他听到张武金的名字,多看了张武金一眼,张武金也点头微笑。 刀仔类似于中间人,于万山才是舌头,也是李玉娇这个计划的一枚最关键的棋子。 先住下,不要急,第一次来越南吧,先到街上逛逛,查古海滩那边,也可以去玩玩,我安排一下,明天就可以带你去相亲。 于万山很热情地招呼张武金,那就一切拜托老板了。 张武金有板有眼地道谢,他帮刀仔出了费用,这也是安排好的,刀仔带他来,找到于万山,安排相亲,满意了,交钱,把人带回去,刀仔全程陪同。 当然,也可以在见到于万山后,撇开刀仔,这是一般的相亲过程。 不过撇开中间人的不多,因为不熟啊,总要一个熟人嘛。 张武金当然不存在什么不熟的问题,于万山是李玉娇安排的棋子,不可能杀他的黑,但做戏就要做全套,所以他把刀仔留了下来。 每人一个房间,热,先洗个澡,然后张武金跟着刀仔出去逛街。 他洗澡的时候,会把机心项链留在浴室的洗漱台上,他会告诉服务员,马桶好像有点问题,要修一下,于万山这个小酒店,从水电工到修理工都是他自建的。 进来修的时候,就看到了机心项链里的照片。 而于万山是一个多面蝶,也不是蝶吧,就是跟金三角很多势力都有联系的,这么一条地头蛇的样子,他是认识沙比让的。 看到照片,好奇兴起,就把项链藏了起来,然后派人送给沙比让。 张武金回来,当然还要装模作样地问一下,还要很伤心的样子,跟于万山说。 那是他母亲留给他的遗物,里面有父母的合照,总之是全套的细纹,照着眼就行了。 但于万山把项链送去给沙比让,要一个过程,所以张武金这边相亲就得慢慢相,要拖一段时间,这个也正常,其他来买新娘的,固然有一次就相中的。 但一般都来说,都要相几次才会满意,张武金也可以多相几次。 越南的这种小街道,其实没什么好逛的,摩托车多,戴的帽子比较奇怪,再一个,就是那些女孩子穿的长袍比较独特,类似于旗袍,仔细衣比又不像。 穿这种长袍,身材会显得很妙慢,尤其从后面看,前面看呢,十个有九个要失望,但从后面看,臀腰款摆,就有一种婀娜多姿的韵味。 看条子,不能看盘子,这是张武金以前在国内大街上看美女总结出来的经验,也算是写的教训了,想多少美丽的屁股,雪白的长腿,到前面一看,不是血盆大口,就是一脸麻子,从天堂到地狱,就是翻一把牌的过程,惨痛的教训啊。 第462章,相亲 但人的劣根性就是这样,看到了好的条子,就总忍不住要去打一眼盘子,张武金也差不多,自然又狠受了几次打击,而且是异国风味的,让他心有郁闷都出不了口,语言不通啊。 回来,找不到鸡心项链,张武金就跟于万山反映,于万山自然就安慰他,如果确实是在酒店里丢的,他会帮着找回来,实在找不回来,他会赔偿,例如少收一些费用什么的。 张武金自然就要说,鸡心项链对他的重要意义,是母亲的遗物,里面有没见过的父亲的照片什么的,不值钱,但非常重要,一定要拜托于万山帮着找回来,于万山自然也一口答应,总之照着剧本眼吧。 吃了晚餐就回房休息,刀仔倒是鼓动张武金跟他出去玩,一脸猥亵地笑,说,可以去吃越南鸡,张武金没兴趣,面子上则装作胆小的样子,说是怕抓,这边抓到人,可没人熟,刀仔很失望,但也没有办法。 这么早想睡是睡不着的,张武金躺在床上想心思,于万山应该已经把项链送出去了,就不知要几天,又想。 李玉娇这个策划天衣无缝,唯一的漏洞,应该就是这个于万山,因为于万山要帮着演戏,就知道这里面有猫腻,于万山会是什么人呢?神尔教的弟子。 南方这边不是李玉娥的地盘吗?而且这么重要的行动,普通弟子,依李玉娇的性子,也不可能信得过,应该是给李玉娇用摄心术控制了。 想明白这一点,张武金更加安心了,赌上了于万山这一环,整个行动就在没有任何漏洞了。 不过也要看运气。 张武金又想,上次李玉娇对付李玉娇,李二仙的迷药就失效了,然后自己还给李玉娇报起突击,如果不是,我在那里。 嘿嘿,她不但报不了李玉娇的后庭,自己说不定还会给李玉娇捉住,给李玉娇报了后庭都有可能。 想到李玉娇像李二仙一样,记着假洋具去报李玉娇的后庭,她倒是有些兴奋起来。 她单甜气足,幸于旺盛之极,在家里,反正有得秋雨可以哼用,哪怕是不方便,用嘴用乳也可以帮她弄出来。 但在这外面,可就没办法了,不过平常吃得饱,这会儿倒也不是特别想,爬起来盘膝而坐,慢慢地调整呼吸,也就忘了。 她以前坐不住,特训那段时间,特别累,倒猛然就坐得住了,其实也就是累极了,脑子不愿意胡思乱想,一坐下,自然而然就休息了下来,形成了习惯,也就坐得住了。 第二天,于万山安排了相亲,她亲自带张五金去,刀仔当然也跟去,相亲的地方,在城郊的一家小酒馆里,估计那女孩子的家就在这附近。 张五金这边三个人,女孩子那边也有三个人,这边全是男的,那边却全是女的,至于是妈还是姐,或者是中介媒人什么的,张五金就搞不清楚了,反正也就是演戏,也用不着搞清楚。 相亲的女孩子,长相一般,刮子脸,穿着传统的白色长衫,显然精心打扮过,然而坑爹的是,年纪太小了,照张五金估计,最多十六七岁,张五金目瞪口呆,刀仔却是兴奋得要死。 悄悄地跟张五金说,这是她见过的最有水准的月女了,肯定是处女,年龄小没关系,嫩啊,带回去,过两年再扯结婚证也没关系的。 那女孩子很羞涩,只进门瞟了一眼张五金,就再也不敢看她了,张五金便也装出很害羞的样子,她这个样子要是给谢红盈看到了,飞踹她不可,不过这会儿装出来到刚刚好。 双方碰了面,然后于万山就问她满意不满意,张五金照着细路,说还要想想看,先看看女方的要求,然后于万山就代替她跟女方讨价还价。 女孩子对她很满意,到越南买新娘,人家也是要挑的,不要以为只要有钱,是颗歪瓜裂枣,人家都会看上,太差了的,人家女孩子也不会同意的。 当然,你钱多是另外一回事。 郑渊杰同学早就说了,男人地位,不取决于高矮长相,麻子秃子,而取决于钱包的大小,但如果真是特别有钱的,至于到越南来买新娘不? 人家也不是傻瓜呀,会想的。 张五金这条子盘子端出来,那是没得挑,女孩子自然满意,不过女方的条件很坚决,于万山明知是再拖,却也砍得口水似箭,然后刀仔还帮着砍了一气。 最后的结果是,两方都说考虑考虑,随后再联系。 张五金送了女孩子一点小礼物,没人也要意思一下,总之就是这样了,不管成不成,相依次亲,多少要出一点血的,意思不大,但要有,倒跟中国农村里面相亲有些而类似。 回来的路上,刀仔都在说那女孩子不错,一路提醒张五金,错过这村,就没有那店了。 于万山倒是说,没事,多看两家也可以的。 待了一天,第三天,于万山又安排去相亲,不过于万山临时突然有事,没有去,刀仔说那地方他熟,他带张五金去,就可以了。 于万山也知道是脱戏,谁带张五金去都是一样,只叮嘱了张五金有事打电话,就放心地让刀仔带他去了。 这次相亲,换了一家酒店,女方是两男一女,一眼看到那女子,张五金眼光顿时有些发直。 这竟然是个极漂亮的女孩子,只是年纪要大得多,大概二十三四岁的样子,雪白的瓜子脸,个头也高,穿着白色长袍,显得身材极为婀娜,就是神情冷冷的,也没什么羞涩的感觉。 瞧一眼张五金两个,眼皮子就垂了下去,不是害羞不敢看,而是不搭理人。 张五金突然就想到了秦梦涵,这女孩子,有秦梦涵六分的长相,七分的身材,八分的冷傲。 嘿!张五金暗叫一声。 这女孩子,可以去做明星了呀,怎么跑来相亲了,不过看他,一脸不情不愿的,估计另有原因。 至于刀仔,则彻底傻掉了,还是给女方那男子提醒,他才醒过神来。 第463章,意外之外,刀仔立刻就对张五金发出了最后通牒。 这个女孩子你要是还不满意,那真的只能回去了,你这个没人钱,我挣不了。 然后不等张五金答复,他就代替张五金,表示满意了,然后和女方讨价还价。 他们用的是越南话,张五金听不懂。 刀仔说了几句,脸上却有了怒意,对张五金道,他们杀猪呢,要二十万,而且是现金,立马给钱,立马交人。 越南新娘,一般也就是两三万,加上没人钱什么的,一切花销,一般四五万左右可以打住。 这也是很多中国单身汉来越南买新娘的一个重要原因,便宜吗? 特别好的,七八万也就顶天了,这个却要二十万,真有点杀猪的味道了。 要说,这女子这么漂亮,还真值得这个价,问题是,她这么冷傲,还不能说是冷傲,简直是冷漠,完全没有一点卖身做新娘的觉悟,仿佛她是一个不相干的人似的。 这太奇怪了。张五金看那女子,那女子似乎感应到她的目光,也抬眼瞟了她一眼,眼光冷冰冰的,仿佛她在看一个死人。 或者说,她把自己当成了死人。这绝对不正常,秦孟涵也冷傲,但至少有人的情感,这女孩子却完全像一块冰。 张五金脑中呼得一闪。 莫非她是给绑架的?她先前没怎么注意那两个男子,美女才有看头,两个男的看什么看,这会儿倒流了神。 两个男子都是三十岁左右年纪,一胖一瘦,说话的是胖子,瘦子阴着脸坐着,这位也没有做没人的觉悟,或者说她是大舅哥。 张五金同时注意到,瘦子手上有刀疤,胖子则头顶上有,只不过引在头发里面,要不是张五金眼光锐利,还真看不出来。 黑社会的。张五金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。刀仔还在讨价还价,胖子似乎是咬死了,而且有些不耐烦了,张五金扯一下刀仔,看着胖子,道,你们听得懂中文吗? 他突然开口,引得胖子瘦子同时看他,就是那个女孩子也抬头看了他一眼。胖子点点头,听得懂,不但能听,而且会说,这下就方便了,张五金道。 二十万,我现场给你们钱,这个女孩子现在就跟我走,是不是?他应得这么爽快,胖子倒是犹豫了一下,侧头看了一眼那女孩子,点了点头。 是。那好。张五金起身。就二十万,你们跟我去银行取钱。金仔。刀仔扯一下张五金。 没事。张五金装出急色的样子,看一眼那女孩子,道。我就要她。 刀仔给迷惑了,只有苦笑,不拦了。 毒鬼,酒鬼,色鬼,这三个鬼起了心,阎王都拦不住,神党杀神,佛党杀佛。 好。胖子跟着起身,他走前面,女孩子走中间,兽子走在最后,这是怕那女孩子逃走吗? 张五金心中更加笃定,这女孩子是给他们绑架的。不远处就有银行,中国银联卡在越南很好用,不过胖子要现金,转账都不行。 这绝对黑社会,钱都不敢曝光。现在,张五金百分之一千的肯定了。要是在国内,他直接动手了,但在国外,他不好动手,不过区区二十万,他也并不放在心上。 想不到的是,他不动手,那兽子却动手了,徒弟从后腰抽了把枪出来,借着衬衣的衣紧掩护,顶在了张五金腰上。 二十万不够,再取三十万,快点,否则一枪打死你。 张五金本来还想着,身在异国他乡,而且身上还有事,花二十万,买下女孩子算了,多一事,不如少一事,这兽子居然得寸进尺,简直岂有此理了。 他脸上装作一惊,连连点头。 好好,转身装出取钱的样子,腰一扭,避开枪口,手同时往下一滑,一把抓住了兽子持枪的手,另一手四指并拢,对着兽子喉下的凹陷处,就是一叉。 这不是他的手法,也不是军队的手法,是李二仙叫他的,女孩子的手法。 人的眼睛,咽喉,下阴,都是非常脆弱的,下阴隐蔽,一般很难踢重,眼睛则又比较小,一个不好戳眉骨上,还折了手,头骨硬啊,唯有咽喉,目标够大,又极为脆弱。 尤其是一手抓人一手插,绝对一插一个准,而只要插中了,哪怕是手无腹肌之力的娇小姐,也能让一条壮汉失去抵抗力。 兽子固然不是壮汉,张武金更不是娇小姐,不过张武金留了手,只轻轻一插,兽子立刻嗷的一声,一手捂着喉头,两眼翻白,身子摇摇欲坠,脸上更是一脸痛苦。 张武金出手不停,一手插中,另一手一捋,就把兽子手中的枪给捋了下来,同时轴往外一靠,一下就把兽子靠得跌飞出去。 而他自己借着兽子的掩护,往前一胯,到了胖子前面,手一扬,一记勾拳,这却是军警培训学来的,不过他用的不是拳头,而是枪柄,一下打在胖子的下巴上,把胖子也打得倒飞出去,跌翻在地。 两招打翻两人,不过就是眨眼的功夫,张武金检查了一下手枪,果然是满满的弹侠,保险也打开了,心狠手辣啊,不是吓唬人的。 张武金把枪一收,这是银行呢,录着枪,会引来警察,他身上有事,不想跟警察打交道,对刀仔道。 刀仔,给于老板打电话。 张武金突然出手,刀仔都看傻了,听他一叫,财亚的一声点头,掏出手机。 刀仔打电话,张武金回头看那女孩子,想狠拉风地跟他说一声,你安全了。 英雄就美,美人感激之余,应该会笑一下吧,秦梦涵平时是冷冰冰的,笑起来,那可真是漂亮呢,这女孩子虽然还不如秦梦涵,但若展颜一笑,应该也不错。 不想这一回头,眼光就一直,那女孩子居然把长袍的下摆撩了起来,露出紧致的长腿,然而她腿弯处,居然也绑了一个枪套,装着一把枪。 第464章,冰山美人。张武金虽然经过特训,而且成绩惊人,可到底不是职业军人,就缺乏职业军人的素养。 军人整个带弹,反应迅速至极,而她,整着秋雨带弹差不多,看到枪,还就是一愣。 当然,也是实在太意外了,她只以为这女孩子是给胖子瘦子这两个黑社会的人绑架的, 又哪里想得到,这女孩子漂亮的大腿上,居然会绑得有枪。 于是,她就傻呆呆地看着那女孩子把枪抽出来,而且那女孩子还往前跨了一步, 差不多靠到了她身上,手枪直接顶着了她肚子。 枪给我,再取三十万,手不要乱动,否则我一枪就打死你。 语音清脆,还蛮好听的,可语调冰冷,而且顶在张武金小腹上的那一下,用力不小,可见她不是说着玩的。 张武金只有苦笑了,双手慢慢抬起,任由那女孩子把枪拿走,缓慢转身,再又取了三十万。 胖子瘦子这时都爬了起来,胖子口中还骂骂咧咧呢,似乎想要给张武金一下, 那女孩子一声低吱,闭嘴,胖子历时尽声。 看到这一幕,张武金真的哭笑不得了,原来从头到尾都错了,这女孩子根本不是他们绑架的,反而是他们的头。 还真是阴沟里翻船了。 张武金痛痛快快认栽,至于边上的刀仔,则彻彻底底地傻了眼了,拿着手机,拨通了却不敢说话,瘦子盯着她呢。 张武金都可以听到微弱的卫卫声,是鱼万山的声音。 张武金又取了三十万,那女孩子却伸手拿过她的卡,道。 算我借你的,过几天,我会把钱翻倍打进你的卡里。 这又是什么意思? 意外连连,张武金真的有些摸不着头脑了,看那女孩子,忍不住问了一句。 美女,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? 阮秀儿? 好名字。 张武金赞了一声。 我叫张武金,工长章,12345,黄金的金,就是说,我随身带着五金黄金。 阮秀儿居然说要把钱翻倍打给她,这个就有趣了,她也开个玩笑。 你身上带着五金黄金? 不想阮秀儿脸色一明。 拿给我。 不会这么没有默感吧? 张武金顿时傻眼。 带着金子,就不要招摇哦,才不露白,你不知道吗? 看她发傻,阮秀儿扑斥一笑,转过身去。 得,又给这丫头涮了一把,不过不得不承认,阮秀儿这一笑,如鲜花乍放,确实非常的动人。 不笑则已,一笑请成。 张武金暗暗点头。 果然冷美人都,是这个样子的。 而就在这时候,另一个意外发生了,银行门口,突然冲进七八个人来,人手一支枪,逼住了阮秀儿三个,当先一个白头佬,对阮秀儿一笑。 原来阮小姐在这里还有相好的,那就跟我们一起走吧。 阮秀儿三个都有枪,但对方不但人多,而且有三四支AK47,阮秀儿三个不敢动,只能眼睁睁看着把枪收走,钱也拿走,人也只好跟着走。 阮秀儿对张武金一指,他跟我无关,是吗?白头佬哈哈一笑,跟你无关,却给你这么多钱。 他转头看向张武金,笑嘻嘻地道,素不相识,你会给我钱不?会的。 张武金点头,只要你有阮小姐一半的漂亮。 哈哈哈哈,白头佬大笑,有个姓,我喜欢,走吧,大家温柔点,不要动粗。 张武金没办法,若是七八把刀,他不会放在眼里,七八把枪,开不得玩笑,尤其AK47要是扫射起来,墙壁都能打一个洞,他虽丹田有气,身上却没钢板。 不过还好,白头佬没要刀仔跟着一起走,先前张武金第二次取钱时,刀仔就缩到了一边,这会儿更是蹲到了墙角,张武金也没去看他,不必招呼,刀仔肯定会回去跟于万山说的。 只不过,剧本好像不是这样的呀。 张武金哀叹,同时又有些愤闷。 这难道已经是到了金三角了,居然到处是枪,还AK47,靠。 外面停着几辆车,胖子瘦子上了另一台车,张武金跟阮秀儿却压上了一台车,白头佬也上了这台车,他一直在笑,这时还开玩笑。 你们尽管打情骂俏,当我是瞎子好了。 阮秀儿不吱声,脸凝得像冰一样,先前跪台前那展颜一笑的阮秀儿,仿佛是另外一个人。 这丫头心尽大,输不得。 张武金暗想,不过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? 莫非是两个黑帮的人? 但这丫头居然想出敲中国人的法子,这也有些匪夷所思吧,中国人真的这么有钱了? 万一就是个穷光蛋呢,不过来越南买新娘,至少要带几万,倒也是个主意。 车开出了市区,阮秀儿先前一直不说话,这时突然开口。 白头,你把我们带哪里去? 回去啊。 白头老笑。 听到他这话,阮秀儿脸色一变。 我要见男叔,你别为男帮主了。 白头老这会儿倒收敛了笑容,回头看一眼阮秀儿,一脸正色的道。 帮主也为男,你还是回去吧。 阮秀儿嘴唇动了动,似乎还想坚持一下,最终没有再开口。 张武金看着他的侧脸,他紧抿着的唇形,很漂亮。 他们果然是黑帮的,而且互相认识。 张武金本来一直提着心神的,如果白头老突然翻脸,要来个杀人灭口,他也要奋起一搏。 在车厢这种近距离的狭小空间内,他还是有信心翻盘的。 他最怕的,是中距离的AK47的扫射,那真是神仙也难躲。 不过听了这个对话,他锦宁的心神道是松了一点点,很明显。 白头老跟阮秀儿还有点相伙情分,虽然用枪逼着,倒不至于会下杀手。 话中的意思,好像这边是白头老他们的地盘,阮秀儿可能是来求那什么男叔的。 男叔为难,不想见他,就让白头老押送他们回去。 这样还好。 张武金暗暗私存。 待会白头老应该会放掉阮秀儿他们,阮秀儿自然也不会难为我,我还回于万山那里去。 虽然多了个小情节,剧本整体没有走样,还行。 第465章有美同仓。 有句话说,理想是丰满的,现实却总是骨感的。 张武金眨眼就体验了一把骨感。 车到海边,白头老居然把阮秀儿几个压上了船,同时也要张武金上去,阮秀儿再次开口。 他真的跟我没关系。 白头老要笑不笑? 既然没关系,你几次三番地说什么,出名的冰山公主秀儿小姐,这么热情了吗? 阮秀儿给赌得作声不得,张武金绝路,则为有苦笑了。 上了船,张武金阮秀儿给关在了一间仓房里,倒还好,有两张床,也有卫生间什么的,这船不小。 对不起。 阮秀儿道歉。 张武金看他的脸,脸上歉意并不多,更多的是愤懑,显然道歉只是搭头而已。 张武金也不在意,他留了心,舱门并没上锁,但问题是,白头老先前七八个人,船上还有好几十个人,明显就是一个黑窝,想强行离开是不可能的,那就只有先待着。 而且,手机也在车上就给收走了,电话也打不了,打也没用,于万山只是舌头而已,即便舍得命,也没那个救他的能力。 阮秀儿自顾自到床上坐下,靠着苍板,手抱着膝,他显然在想什么心事,道歉极美诚意,也没注意自己的形象。 他这种长袍,也叫长衫,本来开高叉,下面是有裤子的,可阮秀儿穿的这件,下面却没有裤子,非常类似于中国的旗袍,本来很好看。 可他这么暴戏一座,下白插开,大腿就露了出来,虽然穿了裤袜,到底有些不太雅观。 张五金瞟了一眼,他的腿形很美,没有秦孟涵的长,但要风鱼一些,如果摸上去,应该很肉感,秦孟涵的美则美矣,却是真的骨感。 不过张五金现在女人多了,倒不是很馋,看一眼也就不看了,到另一边床上,盘膝坐下。 软秀儿始终那么暴戏坐着,双眼盯着面前的床板,也不知在想什么,他明显不想说话,张五金也就不开口,他也不急,已经这样了,急又什么用? 感觉到船动了起来,软秀儿身子动了一下,抬眼看一下张五金,似乎才意识到自己的坐姿不雅,换了个姿势,腿放到后面,屈身坐了下来。 对不起,他又说了一遍,真这么礼貌,还是先前说的忘了。 张五金笑了一下,伸出手,找给你的。 什么?软秀儿有些茫然地看他。 只要一个对不起就够了,你拿了两个对不起来,所以找回你一个。 张五金一本正经地解释。 软秀儿定定地看他一眼,错开眼光。 张五金本想逗他一笑,别说,他长相虽不如秦梦涵,但突然一笑,却并不比秦梦涵差。 甚至别有一番风味,让张五金极为回味,他还想看一次,软秀儿却不给他面子,这让他有些尴尬。 他不好意思地摸摸鼻子,正想再找点什么话头来说说,不料软秀儿突然咯的一声笑。 张五金愕然,这是数长颈鹿的吗? 反射弧这么长? 软秀儿抬眼看他,眼中还带着笑意。 你叫张五金? 嗯。 张五金点头,随身带着五金金子。 哈! 这下轮到张五金笑出来了。 这丫头,不是反射弧长,只是不爱理人而已,起了心,还是能幽默一把的。 刚给某些人抢走了。 张五金故意苦着脸,软秀儿终于又咯咯笑了起来,他笑起来确实非常好看,声音也很清脆,像一串银铃儿。 喂,五金金子,你是做什么的? 木匠? 木匠? 软秀儿有些讶异。 不知道木匠? 张五金指指床和床头的柜子,这些,都是木匠做出来的。 你不像木匠。 软秀儿摇头。 哦,原来他不是不知道木匠,是看着张五金不像木匠。 那你说我像什么? 张五金来了兴致。 不知道。 软秀儿摇了摇头。 你功夫好,又有钱,向里连结。 哇!张五金故作惊讶。 我可没有李连结那么漂亮的老婆,而且,他说着笑了一下。 好不容易买个新娘,却还是个女大侠,不带人跑了,还拐走了我五金金子。 哎,我娘说了,出门要看黄历,还真是这样呢,不听老娘言,吃亏在眼前啊。 喽。 软秀儿顿时又笑了。 喂,五金金子,你这么有钱,嘴又这么有, 骗女孩子,应该很容易吧? 怎么还跑越南,来买新娘了? 有钱没用啊。 张五金伸手揪了揪自己的脸。 我长得丑,国内女孩子看我不上,只好到越南来试试运气。 你长得丑? 软秀儿眼珠子瞪圆了。 是啊。 张五金点头,故意拿手遮着脸。 是不是特难看,不好意思,要不我拦着点? 哈哈。 这一次,软秀儿彻底笑翻了,笑得身子都趴在了腿上,好不容易才只起身来,又笑得有些差气,以手拍胸,嗯,胸前有料。 这一点上,比秦孟涵略强一点,不过秦孟涵给张五金开发过后,这段时间好像又大了一圈,两个差不多了。 那你说我长得丑,还得长得美? 软秀儿好不容易指住笑,指着自己的脸,问张五金。 你当然长得丑啊。 张五金一脸理所当然,难看死了。 那你为什么还肯为我出这么高的家? 软秀儿强忍着笑。 因为我也长得丑啊。 张五金很正经地解释。 古话说,婚姻要门当户对,你也长得丑,我也长得丑,真是绝配啊,太难得了,所以我毫不犹豫地出高价买下你,你要是长得漂亮,我才不买你呢。 哥哥哥。 软秀儿终于没忍住,再次笑倒,这会儿真有些笑叉了气,身子都倒在了床上,腰臀间的曲线,极为美妙,尤其笑得厉害了,身子抽动, 更别具一股诱人的味道。 张五金玩女人,喜欢换着花样玩,这种侧卧的姿势,当然也是玩过的,看着软秀儿这个样子,她忍不住暗想。 这丫头笑起来诱人,要是跟她来个错卧花丛,味道一定不错。 第466章,你给我骗到没有? 软秀儿笑了好半天才爬起来,整理了一下长山下摆,对张五金道,你要说,你骗不到女孩子,我才不信。 张五金呵呵一笑,那你给我骗到没有? 软秀儿脸上微微一红,却很大胆地看着她,四目对视,张五金心下一动。 要不要过去,吻她一下,也许她不会拒绝呢? 不过她也就是想了一下,并没有动。 软秀儿突然叹了口气,双手捂着脸,头浮在了膝盖上。 她情绪说变就变,张五金到底还是不太了解她,这会儿倒是不知道该怎么劝了。 她当然也想问问清楚,但没找到机会,有些东西,不熟,是不能贸然就问的。 问人家也不会说啊。 对不起。 好一会儿,软秀儿抬起头来,却又说了一声对不起,她眼眶微红,虽然没有落泪,心中却显然不好过。 要不要我再找给你? 张五金举手。 或者,这是小费? 算小费吧。 软秀儿又笑了一下,不过笑意随即就脸去了,看一眼张五金,道。 你胆子挺大的。 为什么这么说? 见他正经起来,张五金也不开玩笑了。 你不怕他们杀了你? 怕啊。 张五金摊手。 可怕也没用啊。 软秀儿点点头,出了一会儿神,道。 我是菲律宾华侨,我爸爸在那边有一家公司,叫红星公司。 他说着,看一眼张五金,道。 就是黑社会社团,主要生意是走私。 黑社会老大的女儿啊。 张五金点点头,其实软秀儿不说,他也猜到了。 你什么意思? 他语气有些怪,软秀儿眉头凝了一下。 张五金知道他误会了,呵呵一笑,我的意思是,难怪长得跟我一样的丑。 原来是黑老大的女儿啊,黑千金。 你是张五金? 是啊,黑千金配张五金,我说就是绝配吗? 哥哥。 软秀儿又笑了,摆他一眼。 谁跟你绝配了? 这句话,有点撒娇的味道了。 张五金呵呵笑。 是不太般配,你比我丑得厉害些,我要跟你配,还要找你九百九十五金啊。 你这个人。 软秀儿笑得花枝乱颤。 要是跟你多待几天,非笑痛了肚子不渴,太有了你。 笑一笑,十年少吗? 张五金哈哈一笑,道。 你们红星公司,是出了问题是吗? 是。 软秀儿收了笔容,点点头。 帮里出了叛徒,原来的副帮主朴在勇,趁着我爸爸这几年不理事,架空了他,把帮中的资产抽空,令组了一个新公司。 我爸爸知道后,他却按理举报,出卖了我爸爸,而且把我爸爸害死在了牢里。 人渣? 张五金骂了一声,又好奇地问。 那你怎么跑越南来了? 越南这边的南方帮,帮主软男,是我爸爸的老朋友,长期合作的,所以我过来,想求得他的帮助,限制朴在勇的货员,或者设一批货给我们。 软男不肯,面都见不着。 软秀儿摇头,估计是朴在勇许了重力给他,翻脸不认人了。 这个白头老,也是软男的人? 是。 软秀儿点头,眼中愤愤的。 他以前也常去我们家里,见了我,挺恭敬的,现在却翻脸无情。 张五金无言,人情冷暖,不分国度,不分人种,哪里都是一样。 可是,你怎么又? 张五金没问下去,不过软秀儿明白了,脸微微红了一下。 我想在这边买批武器带回去,但没有钱了,听说现在,国内流行来越南买新娘,所以就试一下,看能不能碰到金主,炸一下,炸点钱出来。 张五金终于弄明白了,还果然是流年不利呀,这样狗血的剧情都能碰上。 那你得找个长得漂亮些的呀。 心中郁闷,张五金只好玩黑色幽默。 像你长得这么丑,要不是恰好碰上我,怎么可能炸得到钱? 软秀儿扑斥一笑,装出恍然大悟的样子。 我说呢,怎么在你之前,一直炸不到钱,感情是因为我长得太丑啊? 这绝对是真理。 张五金一脸俨然地点头,四目对视,两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。 那现在白头老是要把你送回给朴在勇? 张五金有些担心地问。 那倒不会。 软秀儿摇头,江湖上混的,多少要点脸面,虽然软男不肯帮忙,但说,把我送给朴在勇,他还做不出来,应该是把我送我菲律宾吧。 哦。 张五金点点头,想想也有理,而且看白头老的态度,应该就是这样。 软秀儿妙目看着他。 你其实还是怕死的。 好稀奇啊。 张五金叫。 我虽然长得丑了点,但丑小鸭也有春天,当然怕死啊。 软秀儿又笑了,慢慢地又出起神来,不说话了。 他笑起来很好看,出神的样子也另有一番韵味,但猥琐眉头,却透露出他心中重重的心思。 这样的女孩子,应该是在花房里养着的,她却身负复仇,还要背着一个公司,为了钱,甚至不惜出卖色相,爱。 张五金心中轻叹,不自禁地就想到了秦梦涵。 秦梦涵只是因为父母的离异,不能百分之百地爱他,就心气不平,但与软秀儿比,真的只是个笑话。 这丫头长得不如梦涵,遭记更差得太远,这人啊,还真是命了。 夜慢慢地黑了下去,有人敲门,送了饭菜进来,软秀儿没动,看一眼张五金。 你吃吧,我不想吃。 张五金恩了一声,他身体好,消化力强,饿得快,吃得也多,拿叉子尝了一下,道,这炸鱼做得还行。 扭头看软秀儿,真的不吃。 我不吃,你吃吧。 软秀儿摇摇头,侧身在床上躺了下来。 你屁股蛮好看的。 什么呀? 张五金突然冒出这么一句,软秀儿到底是女孩子,修到了,转过身来。 你吃你的,别讨厌好不好? 胸也不错,多大马子的。 张五金偏还加一句,眼光也盯着软秀儿胸口。 第467章,减肥从胸开始。 软秀儿坐起来,手掩着胸,恨恨地盯着张五金。 张五金慌忙举快。 开吃,开吃。 吃了一筷子,却慢悠悠地道。 一般女孩子减肥,往往想减得减不下来,例如肚子上的肉,不想减不要减的,反而减掉了。 例如胸和屁股,而且据我观察,首先都是从胸部缩水开始。 她说着,又瞟一眼软秀儿胸口。 你胸形蛮漂亮的,但只要三天不吃饭,肯定就会缩水,然后干扁扁地垂下来,像一只给掏空了的布袋子。 你!软秀儿一下子跳起来,在张五金肩头,狠狠地垂了一下。 不许再说了。 是!张五金举手,做投降的柿子。 我吃饭,吃饭! 吃一筷子,抬头看软秀儿,四目对视,软秀儿扑斥一笑,再垂他一下,这次就轻多了。 讨厌了你! 哎哎!张五金叫了起来,我们老家有句话,雷公都不打吃饭人, 未必你比雷公还厉害,莫非是店母? 哎呀,原来是店母,娘娘驾到,小得有眼不识泰山,这乡有礼了。 他双手抱拳,手里还拿着筷子,软秀儿忍不住笑道,又敲了他两下。 我就揍你! 他本来冷艳清绝,这会儿撬脸带粉,清沉薄怒,满是女儿家的妩媚,张五金心中怦然一动,叫道。 古话说秀色可参,我一直弄不明白,现在明白了,我不想吃饭,只想吃你了,可不可以? 不可以! 软秀儿脸蛋疏地一红,退开一步,举手做出揍人的样子。 你要敢碰我,我真的揍你。 店母大人在上,小得不敢冒犯虎威。 张五金抱拳求饶。 软秀儿扑吃一笑,坐下来,他本来窝着一肚子心事,确实是不想吃东西,但给张五金这么插可打混地开了一通玩笑,突然间胃口就开了,倒把一盘子饭和蔬菜全吃了下去。 张五金故作目瞪口呆的样子。 原来你这么能吃啊,亏得不是。 亏得不是什么? 软秀儿瞪他,张五金说他能吃,这让他极微微,有些喜意,又有些羞意。 算了,不说了。 张五金斗胃口。 不行,要说。 软秀儿一脸威胁。 真要说? 真要说? 那你不许生气。 软秀儿眼珠子一转。 我该生气还生气? 那我怎么知道什么是你该生气的,什么是你不该生气的? 张五金苦着脸。 软秀儿强忍着笑,你说出来我就知道了,快点。 我是说。 张五金装出勉强的样子。 亏得你不是我婆娘,要是我婆娘的话,这么能吃,我可负担不起。 呸。 软秀儿呸了一口。 谁是你婆娘了,而且就这么一盘子饭也负担不起,你变得男人做什么。 这么说着,却咯咯咯笑了起来,张五金也笑。 好一会儿,软秀儿道。 你这人,还蛮会逗人开心的。 看官既然觉得好,那就打赏两个吧。 张五金伸出手掌。 好,赏你五毛。 软秀儿忍着笑,在他手板上打了一下。 张五金立刻缩手,还把拳头握紧了,揣在胸口。 五毛钱的金币啊,还香喷喷的,可得收好了。 嗯,三年不洗手。 那你手都臭了。 软秀儿顿时又咯咯叫笑了。 不行了,笑得肚子疼。 软秀儿瞪他一眼,站起身来,打开舱门看了一下,天已经黑了,月亮还没出来。 海面上黑悠悠的,仿佛一个无底的深洞,又如一张巨魔的嘴,多看两眼,让人心中就生出一种惊怕的感觉。 软秀儿关上门,眉眼间又有些忧郁了,虽然刚刚给张五金斗得很开心,但并不能真正地排解心事。 张五金也不好劝他,只暗暗摇头。 我洗个澡。 软秀儿进了卫生间,过一会儿,他探出半个身子,有些烦恼地看着张五金。 这门没有锁。 张五金压然地看着他。 你这是,暗示吗? 呸! 软秀儿脸一红。 你不许进来,否则我杀了你。 说着瞪着眼睛,一脸恶狠狠的情形,可与张五金一对视,终于没撑住,又扑斥一声笑了,缩头进去,道。 五金金子,我说真的,你要是赶进来,我真的会杀了你的。 我这人,最听话了的。 张五金慢悠悠地说着,软秀儿刚要关门,张五金又补上一句。 古话怎么说来着,牡丹花吓死,做鬼也风流。 门疏的一下开了,软秀儿站出来,恨恨地瞪着张五金。 不过古话又说,非礼物事,非礼物言。 张五金说着贪手,一脸烦恼的样子。 这古话太多了,到底该听哪一句呢? 当然是非礼物事。 软秀儿哼了一声。 那么好吧。 张五金笑着站起来。 我听古人的话,非礼,你物事啊。 说着还向软秀儿走过去,伸开双手,装出要去抱他的样子。 呀! 软秀儿顿时间叫起来,一闪身躲到了卫生间里面,碰一下关上门。 你赶进来,我杀了你。 张五金嘎嘎一笑,转身出了舱,玩笑不能过火,过火就成下流了。 他故意带响了一下门,软秀儿果然就听到了。 看他出舱,慌忙出来,关上外舱门,关门的当口,张五金还回头看了一眼,你关门做什么,想让我吃一夜海风啊? 就让你吃一夜海风。 软秀儿咯咯一笑,关门上锁,即便隔着门,也能听到他的娇笑声。 张五金心中微微一动,不过随即就删了一下自己嘴巴。 你这张嘴啊,看见美女就喜欢逗,真要把他春心勾动了,你带他回去啊。 他们的舱位,在船的后段,前面有笑闹声,估计是白头老一般人在喝酒吃饭。 张五金没有过去,如果是三五个人,哪怕有枪,他也要试一下,但几十个,那就算了,真以为自己是铁打的呀。 月亮慢慢地出来了,张五金从来不是个伤春悲秋的人,没那份雅信儿,但这会儿,他却不自禁地想到了秋雨。 第468章,晚上怎么睡?要是在这家里,这个时候,该是吃过了晚饭,然后秋雨挽着他,两个人一起出去散步。 如果是双修,鸦鸦会在前面蹦蹦跳跳的,碰到一些奇怪的东西,他就会尖叫着,扯张五金去看,他喜欢的东西,他就缠着张五金,秋雨有时不给买,他就躲猫猫,秋雨到这边, 他就到那边,两个人围着张五金打转。张五金每次都哈哈笑,无论是什么东西,只要鸦鸦想要的,他一定给买,秋雨有时候就生气,张五金就安慰他,女孩子嘛,就是要富养,免得没见过世面,长大了,两块饼干就给人骗了去。 秋雨就生脑,说,两块饼干骗了去更好。鸦鸦却会歪着脑袋说,两块饼干才骗不走,至少要三块,爸爸一块,妈妈一块,鸦鸦一块,能把张五金眼泪都笑出来,秋雨也气得笑。 明天好像就是双休了吧。张五金算了一下日子,明天鸦鸦回家来,见不到我,电话还打不通,他可能要哭了。 这么想着,心中倒是有一种酸酸的感觉,虽然不是他亲生,可这一年来,他真的把鸦鸦当成了自己的女儿了。 想了一会儿秋雨压压,又想到了李玉娇,想。刀仔回去一说,于万山肯定会打电话给李玉娇,天衣无缝的一个计划,出了这么个岔子,李玉娇只怕要气得咬牙了。 想着李玉娇银牙轻咬嘴唇的样子,他小腹中道,是跳了一下,没办法,李玉娇的玉女九哥留给他的印象实在太深了,想忘都忘不掉。 胡思乱想中,门枝亚一声开了,阮秀儿走了出来,头发湿湿的,散披在脑后,带着一种愈厚的妩媚。 他看一眼张五金,想什么呢?张五金刚想说,想你洗澡时的样子,不过话到嘴边,又扯了回去。 算了,不逗他了,于姐这会儿应该也会在想我,我却在逗别的女人,他要是知道了,真会生气了。 这么想着,他摇了摇头,道,没想什么。 阮秀儿见他突然正经起来,倒是压抑的又看了他一眼,走到船弦边,用手梳着头发,让海风吹干。 家里人会不会担心?过了一会儿,他问,不会吧?张五金摇头。 他们这会儿应该在一边吃饭一边做梦,盼着我买一个又漂亮又温柔又勤快的越南新娘回去做媳妇呢。 阮秀儿扑斥一笑,你真是来越南买新娘的,我才不要信,就你这张嘴,有几个女孩子逃得掉。 你呢?张五金本来提了个神,不斗阮秀儿了的,可说着说着,又忍不住了。 所谓江山一改,秉性难移,有些东西,就如陈伯一样,时机一到,他自己,就会跳出来。 揍你啊! 阮秀儿做事举手,忽悠扑斥一笑,似乎有些不好意思了,扭头看着月亮。 莫非他真的有些动了春心了? 看着他侧脸,张五金心中暗暗一跳。 对不起!过了一会儿,阮秀儿转头,却又说了一声对不起。 张五金想开玩笑,但看着他一脸诚挚的样子,点了点头,叹了口气。 算了,都这样了,说这些也没用。 他看着他眼睛。 你回去打算怎么办? 我不知道。 阮秀儿摇了摇头,眼神有些迷茫。 爸爸的仇,我一定要报,但我没有实力,公司欠着一大笔债务,帮中有很多老人,都是跟我爸爸一起打天下的,有些还伤残了,他们还有他们的家属,我也不能不管。 可是,我又想不到办法。 他说着,眼眶慢慢地红了,眼泪滑落下来,他双手捂着脸,双肩耸动,无声地抽气着。 颖白的月光洒在他身上,他耸动的双肩显得那么地鲜弱,让人怜惜。 张武金眼前浮衍出出见阮秀儿时的样子,他那种冷漠,现在知道了,他跟秦孟涵真的很相像,秦孟涵是用外表的冷傲来掩饰内心的空虚,他也一样,他外表冰寒如山,内里,其实只是一个无所傍一的女孩子而已。 张武金抬起手,不过终于没有去拦住他,想了想,道。 我还有点钱,到那边,或许能帮你一点忙。 阮秀儿抬眼看他。 那怎么好意思,已经让你损失五十万了,哪还能要你的钱? 你不说是翻倍还给我吗? 张武金笑。 百分之一百的利润,这种投资,到哪里去找? 阮秀儿扑斥一笑,眼泪却又涌了出来。 我骗你的,要是成功买到军火,回去能杀了嫖再永,我确实可以还钱给你。 但现在军火没买到,这么回去,只怕难了。 菲律宾没有军火买吗? 张武金有些疑惑。 我在网上,好像看到菲律宾蛮乱的呀,说是一个统一的国家,其实到处是军阀、土阀、拼选举,也就是拼子弹,前两年,好像就是为选举而大开杀戒的,枪好像很多呀。 是这样的。 阮秀儿点头,菲律宾是一个原始和现代混杂的国家,对外,好像是一个声音,内力,其实乱七八糟,各种土族,各种势力,交错混杂,大大小小的军阀,至少就有上百家。 要是有个强力的领导还好,偏偏信什么民主,然后就组成了一锅粥。 他说着停了一下,菲律宾有军火卖,但菲律宾只有那么大,我要是要黑市上买军火,菲律勇十有八九能收到信息,他可能就会提前对我们红星发起攻击,爸爸死后,红星实力大损,基本上就剩一些老人了,根本抵挡不住的。 这样啊,张武金锁着眉头,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,他对那边完全不熟啊,想出主意都出不了。 不过,还是要谢谢你。 阮秀儿道谢。 张大哥,你是一个好人。 别。 张武金举手。 你还是叫我武金金子吧,什么张大哥,听得我好肉麻。 喽。 阮秀儿一下笑喷了。 这么一笑,阮秀儿心情好了一些,两个人说着闲话,慢慢地跃到中天,阮秀儿道。 天晚了,休息吧。 第469章,负你的利息。 两个人进仓,虽然是两张床,但无遮无拦的,闲坐还好,要睡,就有些尴尬了。 阮秀儿脸色红红的,瞟一眼张武金,张武金知道他尴尬,不看他,直接就往床上一躺,眼一闭,道。 睡了,做个好梦,猪八戒娶媳妇,越悲越重。 阮秀儿扑斥一声又笑了,吸了灯,自己也躺到床上。 好一会儿,没有声音,但张武金知道,阮秀儿没有睡着,他一时半会也睡不着,不过不出声。 我结过婚了。 阮秀儿突然开口。 哦。 张武金哦了一声,这个其实正常,阮秀儿这样的美女,年纪还比她大,没人追是不可能的。 而且菲律宾那一代,好像是流行早婚,阮秀儿虽然是现代型的女子,但也应该是结过婚了。 不过想是这么想,心里还多少有点失落,又暗暗虚了口气,因为她知道自己的德性,就是一张油嘴,见了美女就有些发春,喜欢逗,但这样其实真的不好。 邱宇虽然容忍着她,但她自己心里也多少有些过意不去呀。 越南到菲律宾,路程不尽,虽然这船好像很快,但至少也要几天,这么共处一室,她左斗右斗的,还不知会斗出什么来,阮秀儿结过婚就好办了。 她有丈夫,又不是那种当附行的女子,自然就不会轻易给她勾动了。 她这是提醒我吧。 她又想到另外一点,嘴里便道,你老公挺有福气的。 阮秀儿轻轻恩了一声。 她在美国,开着家小公司,做贸易的。 老板啊,不错。 张武金顺口硬着,很有钱吧。 阮秀儿一直没应声,好一会儿,道。 我是在旧金山读书的时候跟她认识的,直到今天,她也没来过我们家。 她停了一下,在知道我爸爸是黑帮老大之后。 张武金张了张嘴,却不知道说什么了。 她老公可能有钱,可如此厌恶黑帮,还会给她钱吗? 真要有老公,可依靠,她用得着半越南新娘来榨钱吗? 你老公是中国人? 她莫名其妙地问了一句。 美国人,不过是华裔。 哦,张武金哦了一声,她自己也不知道这一声哦,到底是个什么意思。 又过了一会儿,她突然听到脱衣的声响,可能穿着衣服睡不舒服,要脱掉吧。 看来告诉了我,她有老公,算是提出了警告,就没有那么防备我了。 张武金暗暗想着,却又邪恶地想。 现在有些人,最喜欢的就是人妻,你不知道吗丫头? 她还在心中歪歪着,突然发觉不对,阮秀儿好像起床了,她本来闭着眼睛的,这会儿睁开来,虽然熄了灯,但窗子透进来月光,不是很明亮,大概看清人的轮廓是不成问题的。 她看到了阮秀儿,阮秀儿确实下床了,而且走到了她的床边。 阮秀儿脱了外面的长衫,裤袜则好像在洗澡的时候就脱了,只穿着三点饰,有些黑,但应该是红色的,她银白的身体即便在黑暗中,也显示出妙慢的线条。 张武金吃了一惊,阮秀儿却已经上了床,张武金不自禁地往里移了一下,阮秀儿先平躺下来,虚了口气,然后侧身,一个手就搭到了她胸膛上。 那个?张武金吐出两个字,却不知道说什么好。 她先说自己有老公了,随后却爬上她的床,这是什么意思? 难道有老公了,就用不着她负责吗? 阮秀儿的手凉凉的,搭在张武金身上,有一种很微妙的触感,张武金觉得小腹中跳了一下,春根也有些发应,这是正常现象,美女摸到身上还不会硬的,那就是太贱了。 我可能还不了你的钱了。 阮秀儿声音悠悠的,你花五十万买了我,我不能让你血本无归,至少,让你收点利息。 说着,她的手解开了张武金衬衣的一粒扣子,又一粒,第三粒。 张武金始终一动不动,阮秀儿把她衬衣扣子全部解开,手摸到张武金的小腹,动了动,停住了,她抬起头,看着张武金。 张武金眼力好,在适应了屋中的黑暗后,基本能看清她的脸,只不过轮廓不太明确,显得脸有些小,眼睛却是大大的。 怎么了?阮秀儿问。 对我没兴趣? 还是嫌贵了? 都不是。 张武金摇头。 那为什么? 阮秀儿的手指在张武金肚皮上扣了一下,痒痒的,张武金差点没忍住。 她眨巴眨巴眼睛,今天不方便。 今天不方便? 阮秀儿没明白,也眨巴了一下眼睛。 嗯,就是那个,你明白的啦? 张武金解释。 每月都有那么几天的。 噗! 阮秀儿愣了一下后,终于爆笑出来,笑得浮倒在张武金身上,而且因为笑得太厉害,身子不停地抽动。 这就有些坑爹了,张武金的衣服给解开了,她上身又只带了个胸罩,这么趴上来,还一动一动的,这不存心要人命吗? 张武金强忍着不动,嘿嘿笑。 阮秀儿笑够了,似乎也发现自己的姿势不雅,抬起身子,移开了一点点, 脸上却仍有笑意。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搞? 张武金装傻。 你的意思是,换个姿势。 阮秀儿脸一红,牙齿咬着了嘴唇,定定地看着她。 张武金知道,她到底有些不好意思,摇了摇头,正色道。 阮小姐,让我把这次投资当成一次风头吧,我最多还可以追加两百万的资金,如果成功,你需要给我五百万,如果失败, 那就算我眼光不准,打了水飘。 阮秀儿看了她好久,张嘴,你是一个好人。 说着,她俯下身子,在张武金唇上吻了一下。 她的嘴唇软软的,凉凉的,如果能含在嘴里慢慢的瞬息,口感肯定不错。 张武金摸了摸自己的唇,笑道,这算是利息吗? 我能不能多瘦一点? 不能。 阮秀儿突然就跳了起来,速度非常快,一翻身就下了床,一个剑步就到了自己床上,更用被单蒙住了身子。 第470章,望夫倒。 张武金故意伸手,装出要拉住她的样子,然后一脸饿丧。 不会吧,居然跑这么快。 当然。 阮秀儿得意地娇笑起来。 要是一个平常的家庭,她应该是一个很爱娇的女子。 张武金想。 张武金不知自己是什么时候睡过去的,做了几个梦,稀里糊涂的,醒来时,天已经蒙蒙亮了,侧头看一眼,阮秀儿不在床上,卫生间里有水声,这才响起,她是给抽水马桶的声音惊醒的。 特训的时候,张武金非常的警醒,教练的眼光只要在她身上多停留一会儿,或者有一种带有敌意的目光看上来,她立刻就会惊醒,但阮秀儿什么时候起的床,她却不知道。 她在家里睡觉也是这样的,秋雨什么时候起床,她一般都不知道,原因很简单。 秋雨是她心中最亲最爱的人,她会提防任何人,也不会提防她,所以,无论她做什么,她都不会有警觉。 但阮秀儿是为什么呢?张武金想了想,轻轻摇了摇头。 昨夜的交谈,让她对阮秀儿有了一些了解,这是一个外表倔强冷傲,那里其实比较脆弱而又彷徨无依的女孩子,她面上装出凶巴巴的,那里其实怀着歉意,所以昨夜她才会爬上她的床,希望用自己的身体来赔偿她的五十万。 而她说,她可能还不了她的钱了,那一句话,是那么的哀伤无助,张武金现在想来,心中都有些颤动。 这样的女孩子,她当然不会提防她,神秘的第六感,自然也就放开了对她的警惕,所以,她起身,她下床,她不知道。 张武金起身,打开舱门,到外面,天已经蒙蒙亮了,早上的海风吹在身上,微微有些凉意。 船一夜都在开,四望茫茫,海天之间,是天明之前的一缕黑线,看不到陆地在哪里。 张武金只能从隐隐的天光中,找到了西方的所在。 家在西方? 于姐不知醒来了没有,昨夜没打通我的电话,她只怕又要担心了。 又想到李玉娇。 李玉娇昨夜应该就知道我的事了,不知她在想什么,这个女人兴起比较重,昨夜只怕也睡不好了。 想到李玉娇团团乱转的样子,她倒是有些想笑了,那个女人,修的是什么小物尘和的镜,其实只修出个表象,本性并没有什么改变。 同时她也想到了李玉娇。 李玉娇也只修出个表象,第一眼,精弱天人,可内心同样阴毒,反倒是鲜鲜性子淡定平和。 不过那应该是天生的,看来神尔门确实是门邪教,能修出表象,却不能改变心性。 这不是骗人吗? 想什么呢? 阮秀儿出来了。 她又洗了个澡,头发湿湿的,不过没有换衣服,白头老没给准备衣服啊。 我在想啊,张武金顺口胡扯,龙王爷的老婆到底长什么样子的,晚上睡觉,到底是龙身呢,还是人身呢? 要是龙身,晚上两条龙缠着睡,第二天早上醒来,会不会胸口闷得慌啊? 哥哥,你操的心还真多啊。 阮秀儿笑得花枝乱颤。 这一天,就在阮秀儿的笑声中开始,昨夜之后,阮秀儿明显把张武金当成了朋友,急不特意提防他,也不再在他面前板起脸。 两人只能在舱房内外走动,最多走到船尾,再往前就不行了。 两人,当然也不会去挑衅白头老的权威,只是不见那个胖子和瘦子。 阮秀儿说,胖子叫阮忠,瘦子叫阮永,都是孤儿,他爸爸在街头收养的。 忠诚度方面没有问题,他这几年多半在美国,是听到他爸爸的消息,才赶回来理事的。 帮中的是不熟,阮忠阮永,给他帮了很大的忙。 还有个阮成阮信,也是我爸爸收养的,留在帮中,打理公司的事务。 说着,阮秀儿摇了摇头。 忠诚方面,他们没有问题,但其他方面差一点,这也是公司给朴在永架空的原因。 张武金点点头,忠诚的固然有,狡猾的人同样到处都有,他也不知说什么好。 而随着阮秀儿的叙述,他对红星公司甚至菲律宾都有了更多的了解。 也不知过了几天,这天上午,白头老突然来了,笑嘻嘻地道,两位,旅途愉快啊。 阮秀儿脸沉了下去,张武金发现,说到人情世故,阮秀儿跟秦孟涵差不多,实在不怎么样。 再有意见,面子上也不必要这么明显嘛。 要知道,你在人家船上呢?白头老笑嘻嘻的,那是给你面子,要是不给你面子呢? 揍你一顿,甚至把你强奸了。 更或者直接扔下海里喂鱼,你到哪里喊天去?张武金抱抱拳。 多谢白老大,伙食不错,就是身上有些臭,几天没换衣服了。 哈哈,白头老给他的话逗笑了。 sorry,这是我疏忽了,待会一定给你们准备几套衣服,尤其是阮小姐,那可真是不好意思。 阮秀儿哼了一声,不理他,白头老道。 好了阮小姐,旅程到了,你们准备下船吧。 阮秀儿愣了一下,这是到了哪里?你自己看就知道了。 白头老耸了耸肩。 阮秀儿出舱,张武金跟着出去,远处有一点陆地的轮廓,张武金不熟,不知道到了哪里,阮秀儿却猛然叫了起来。 旺夫岛。旺夫岛,很浪漫的名字啊,可看阮秀儿的神情中,却好像透露出愤怒绝望猪般不一的情绪。 张武金有些莫名其妙。 没错。 白头老点头,笑道。 这是朴总的意思,当年他也是给阮帮主放放逐到旺夫岛,结果他自己游了回去,所以,朴总也说了,阮小姐若真有决心,也自己游回去,他一定给你一个公平一搏的机会。 怎么可能?胖子阮忠叫了起来。 旺夫岛离这大路,有五十多公里呢? 我知道。 白头老脸上的笑意更浓了,眼光瞟一下阮秀儿身子,带着欣赏的神色,似乎在看一条美人鱼。 阮小姐身材这么好,游泳的技术一定非常不错,可惜我不能欣赏了,哈哈哈哈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